今天当我们开始阅读创世纪第25章到第28章的时候 我们的故事的焦点来到了新的一代 我们来到了以撒和他过后的他的孩子们 以嫂和雅各 其实在许多的方面来说 以嫂是比雅各更好的 雅各是一个很多的轨迹 在个性上在各方面有很多软弱的人 但是以嫂却有一件事是他非常非常重大的失败 是我们当引以为戒的 圣经在创世纪第25章这样的告诉我们 以嫂就这样轻看了他的长子的名分 这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错误 我们生命的价值 我们的一切其实都联系于我们的身份 而所有在这里读着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思想的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这约的继承者 亚伯拉罕的约传给了以撒 也要传给他的下一代 今天也要传与我们 可是当我们轻看自己的名分 轻看自己在诸约里面的继承权的时候 终究将使我们一无所有 所以神的孩子们加油 请抓自己的身份 活出这荣耀尊贵上帝儿女的身份来